1 2 3 比赛开始 阿姆桑不错 哈里森还是很快 阿姆桑遥遥领先 阿姆桑遥遥领先 这又是世界纪录啊 托比阿姆桑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 在决赛又一次打开了自己的极限 我们来看杜普兰蒂斯 世界纪录6米21 本届世锦赛最后一项世界纪录诞生了 杜普兰蒂斯再一次打开自身极限 2022年田径世锦赛 结束了女子100米蓝决赛的争夺 结果尼日利亚名将阿姆桑发挥强势 再度打破世界纪录 跑出了12秒06的成绩 夺得冠军 不过她虽然再度打破了世界纪录 但是由于决赛时超风速了 因此她这个12秒06的成绩 不会被官方认定为新的世界纪录 也就是说女子100米蓝的世界纪录 依旧是12秒12 本场世锦赛女子100米蓝真的是让人非常意外 首先就是在预赛上 夺冠热门美国名将尼亚阿里 在上篮时意外摔倒暴冷出局 而由于尼亚阿里还干扰到了旁边的比利时选手扎格雷 随后比利时申诉成功 扎格雷一人重赛单独跑 却在最后一个篮时再次摔倒了 或许是因为压力太大了 遗憾最后还是没有过关 而来到了半决赛和决赛 100米蓝更是让人倍感惊喜 世界纪录被阿姆桑两次打破 第一次是在半决赛 这名尼日利亚名将阿姆桑大爆发 完美的起跑加速 一下子跑出了打破世界纪录的12秒12的成绩 排名半决赛第一晋级决赛 而在看到这个成绩之后 刚开始阿姆桑还不敢相信 而当他真的确定之后 就开始激动的举手欢呼庆祝 第二次是在决赛上 或许是得益于半决赛打破纪录 让阿姆桑信心大增 他在决赛表现得更加完美 从开始起跑就全力疯狂冲刺 最终拿到了12秒06的成绩 再次打破了世界纪录 短短两个小时就连续打破两次世界纪录 阿姆桑真的是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遗憾的就是阿姆桑这个12秒06的成绩 由于实在超风速2.5米每秒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因此这个新的世界纪录没有被官方承认 虽然遗憾失去了12秒06的世界纪录 但还是要恭喜阿姆桑 因为他打破了人类极限 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纪录 而在游金举行的田径市井赛最后一个比赛日上 瑞典选手杜普兰蒂斯再度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 在男子称杆跳项目的争夺中 他跳出了6米21的成绩 刷新了由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 一举夺了金牌 作为冬季奥运会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 多普兰蒂斯在本届事情赛上依旧发挥优势 他也成为了决赛中唯一跳过6米高度的选手 而近几年来 这名瑞典名将堪称记录收割机 已经一次次提升人类在撑干跳项目上的极限 首次收获是锦赛金牌的他 看上去甚至还有未来继续刷新季度的能力 早在2020年9月18号 在当时的世界田连钻石联赛罗马战的比赛中 杜普兰蒂斯就以6米15的成绩夺下冠军 同时打破了乌克兰名将布伯卡 保持26年之久的男子撑干跳室外世界纪录 随后在今年3月7号 杜普兰蒂斯挑战6.19米高度 第三次失跳成功 再度刷新纪录 不久之后在3月21号的贝尔格兰德 室内世界田径市井赛中 他又越过6米20的高度 再次创造世界纪录 如今世界纪录再一次被22岁的杜普兰蒂斯刷新 被称为成干跳赛场上的博尔特的他 未来或许还能带给田径世界更多惊喜 7月25号为期10个比赛日的 俄勒冈田径市井赛正式落下帷幕 本届市井赛一共诞生了4项世界纪录 如今本届市井赛的奖牌榜已经出炉 美国队斩获13金9银11同 总数33枚奖牌 奖牌榜和金牌榜都是第一名 中国队2金1银3同位居第5名 美国队是本届市井赛的东道主 他们斩获了13金9银11同的好成绩 其中在女子100米接力 险胜牙买家 女子800米首多市井赛金牌等等 在主场观众的加油助威声中 美国队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在奖牌榜和金牌榜都是第一名 表现很出色 中国队2金1银3同位居第5名 本届市井赛 中国队相比起上一届多哈市井赛的成绩是有下滑的 但联想到因为疫情等原因 苏炳天等运动进而 在去年奥运会和全运会结束之后 很长时间没有比赛 所以这样的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中拿下金牌的 有男子跳远的王嘉楠 女子铁饼的冯冰 他们都拿下了个人市井赛的手金 银牌属于女子牵球的拱力胶 他错失三连贯的机会 中国队打破了一项亚洲记录 那就是在本届市井赛 拿下了两枚铜牌的进走名将 切阳石检 他在女子35公里进走的成绩 是2小时40分37秒 战获铜牌 同时2小时40分37秒的成绩 也让他刷新亚洲记录 这也是本届田径市井赛 中国队刷新的唯一一项洲际记录 恭喜 其他的代表团层面 埃塞俄比亚4金4银2铜 位居第二名 亚迈加本届市井赛 在男子和女子的100米接力项目中全部折疾 非常遗憾 短跑王国被美国队 加拿大等队的冲击很大 亚迈加的成绩是2金7银2铜 位居第三名 肯尼亚2金5银3铜第4名 亚洲代表团层面 中国队2金1银3铜第一 日本队1金2银1铜的成绩 位居亚洲第二 总榜第9名 这样中国队就结束了本届市井赛的征程 而很多运动员也都会开启假期 或许去到欧洲进行比赛 也希望未来中国运动健儿们 好